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今天我们用一块南瓜搭配两个鸡蛋 来和大家分享一道南瓜面包 不用电饭煲,不用烤箱,也不用蒸 方法简单快手,柔软香甜又好吃 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这里准备了一小块南瓜 先用勺子把里面的瓜仁给去掉 接下来把南瓜皮去掉 洗干净之后切成薄片 尽量切的薄一些 这样可以节省烹饪的时间 切好装入盘中 摊开,再放入蒸锅中 盖上盖子,大火蒸15分钟 因为南瓜片切得很薄 所以蒸起来一点也不费时间 把南瓜片蒸至这样用筷子能够轻易搓散开就行 出锅,倒入大碗中 现在用叉子把南瓜压成南瓜泥 尽量压得细腻一些会更好 像这样的程度就可以 把南瓜泥晾至温热 然后我们往里面打入两个鸡蛋 跟着加入三克酵母粉 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白糖 喜欢吃甜一些的就可以多加一点 先搅拌均匀 一定要晾两锅后再加酵母 不然的话太烫了会使酵母失去活性 那样就发不起来面了 搅拌至酵母化开之后 我们准备300克的普通面粉 边加边搅拌 小量多次的把面粉加进来 这样比较容易掌握面粉的浓稠度 搅拌成这样比较干一点的面絮就可以 现在下手揉面 刚开始揉会比较干 多揉一会儿就好了 把面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像这样软硬度适中就很好 我们盖上一张保鲜膜 防止水分蒸发 把面团放在温暖的地方 发酵30分钟 时间到了我们来看看 醒发至这样用手指搓下去 不会回弹就可以 现在我们把面团取出来 放在案板上揉面排气 尽量多揉一会儿 这样形成面筋吃起来口感更好 五六分钟过后 我们把面团整理一下 搓成长条 然后分成等份的小面剂子 把面筋一个个整理一下 然后擀开 擀成和饺子皮大小 像这样中间后 两边薄的小面片就行 我们把擀好的面片 五到六个作为一组 一片压一片 像这样点压上来 然后取一根筷子 从面片的中间压下去 压出一个记号 不要压断 这时我们再取一个 小面剂搓成细条 像这样就可以 用来做花心 放在第一块面片的顶端 然后从这里卷起来 现在我们用刀 从刚才压的印记这里切开 这样两朵花的形状就出来了 再简单整理一下 就非常的漂亮了 接下来就这样一次做好 然后准备一口平底锅 在里边刷上一点食用油 每个边边角角都要刷到 跟着把做好的玫瑰花 一朵朵放进来 盖上盖子 二次饧发十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往碗中 加入一勺干淀粉 加入清水调花开 化成水淀粉备用 现在我们来看看 已经饧发至两倍大了 蘸满满一锅了 变成像这样胖乎乎的就行 现在开小火慢煎五分钟 时间到我们用勺子 把淀粉水往锅边加进去 这样锅底不容易糊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中间的缝隙也要浇进去一点 再盖上盖子 最小火慢慢的煎 把淀粉水烧干 期间注意火候 如果火太大了 敌不糊了 那就潜功尽弃了 非常的漂亮吧 松软有弹性 已经熟透了 可以出锅了 扣上一个平底的盘子 我们借助盘子倒扣出锅 哇 金灿灿的 金黄焦香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用南瓜做出来的小面包 颜值超美 色子金黄 经过两次发酵 好吸收 一消化 绝对是老少介意的健康美食 而且还有拉丝感呢 没想到平底锅也能做小面包吧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南瓜小面包 不塌 不缩 底部焦香酥脆 而花的一面香甜松软 口感好极了 越嚼越香 内流组织气孔均匀 浓浓的南瓜香味 真的是太好吃了 做法简单 而且非常的漂亮 可以和孩子一起动手自作哦 那样会很有趣的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记得关注我哦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 谢谢你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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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